完成了需求采集啊 需求收集管理这部分工作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这个需求分析了 需求分析阶段啊 很重要很重要 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啊 产品经理周围的这个需求太多了 根本不可能一个一个这样排队组啊 做到一百年以后 这个产品死掉了 可能都做不完啊 这个是很大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去产品经理啊 包括产品经理的团队啊 大家一起去确定啊 去分析我们这些需求 哪些要做啊 哪些做的价值更大 哪些的投入和产出比更高 这个是在需求分析阶段 我们要去做的啊 我们的需求分析啊 可以这样这样去考虑啊 我们具体对应到我们的产品身上 我们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把我们的需求啊 我们前面做的那个表再进一步的细分啊 打上标签 我们的需求可能可以分成功能类的啊 就是这个产品 比如说微信最开始可能只有聊天 到后来他又开始做了这个订阅号啊 再往后服务号 再往后啊 又融入了这个钱包 就等于说是在做加法啊 在做加法 这个是常见的一个啊 产品的一个思路啊 我们可以去把它定义为功能类的需求 偏向于做加法 也可以做减法 啊 我产品把哪些功能做砍掉 砍掉 这个是功能层面的一个需求 还有数据类的啊 非常重要 我们前面说了我们很多的数 产品经理的这个分析工作是基于数据的啊 所以数据类的需求也会是一大类 比如说那我要生成一个报表 当然这个报表未必是直接给用户去用的啊 当然这部分需求可能就是另一种性质啊 我需要有个报表形式的这个产品啊 我去能自动化的每天生成这种运营数据啊 还有一类啊 运营类的需求啊 比如说我十一钱啊 这个黄金钟要来了 我这个产品刚好又是一个旅游行业的产品 那我可以去做一些运营活动啊 这个活动 比如说我做红包返线啊 红包返线啊 那我就要产品经理去把这一类需求单独分出来 还有体验类的啊 这里就非常多了啊 为什么说这个之前我们这个产品经理要去考虑这个设计方面的一些能力啊 需要去做这方面的储备能力储备 就是因为体验类的东西也是必不可少的 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注册的时候啊 原来可能是需要让用户必须填写邮箱或者必须填写手机 那我这个版本我用户注册是不是可以啊去掉其中一个环节啊 把这个逼填项改为选填项其实就会直接影响到产品的体验啊 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啊设计类的比如说我这个改版啊 视觉风格上的改版 从原来的红色啊改为主色调是变成为橙色啊 这一类都是设计类的需求啊 这个是有不同的 不同的 还有啊 我们做这个需求分析的时候 我们之前在讲KPI的时候反复也强调了啊 就是我们这个ROI投入和产出比大家还记得吧 Return of investment啊 所以我们把这些非常多啊大量的需求需要做这种分类啊 做这种分类 刚才说的这种啊是按照这个具体的啊需求类型去做的区分 我们现在还需要站在这个产品项目管理的角度去做更细致的细分啊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种方法 但是非常有效啊 我们来啊一起画一下啊一起画一下 我们一般会把这个啊 画成两个像两个维度的啊 就是分别有四个向线 横轴 纵轴 对吧 啊 我们可以把重要不重要 放在纵轴 这头就是不重要 对吧 还有紧急和不紧急啊 紧急 不紧急 为什么前面让大家去梳理一个不管是个人的啊 这个需求管理文档 一个sell的那个表 还是说做一个这个 啊 整个团队的这个需求池啊 也好 我们可以去按照大家啊 共识啊 当成共识 大家一起开会 把所有的这个需求做一个list啊 做一个列表 我们可以看他可能会有ABCD很多 对吧 ABCD很多 CDE啊 我们去给每一个这个需求评分 一列啊 有一列是这个重要 重要度 有一列是紧急度 啊 其实大家呃 如果身处在具体的这个团队里面啊 肯定会有有自己的判断的啊 这个判断的差别不会特别大 不会特别大 我们可以把这个分值啊 定成五分 满分是五分 那你就从零到五这样去打分 让大家每个人去对所有需求做一个了解以后啊 去评分 比如说A需求我重要性是四分 紧急成分也是四分 B需求三分 五分 然后C需求啊 两分 一分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啊 去很灵活的调整我当前这些需求的这个啊 未来的这个发展情况啊 推进情况 比如说我这个A四分四分啊 我把两个维度重要度和不重要度啊 然后这个紧急和不紧急 都是50%的这个权重 那我可以求和求平因素 对吧 那他就这个还是四分 对吧 他可能就会位于这个 整个这个坐标轴里面 啊 这个坐标轴是从这开始啊 零 当然你可以做定定负分啊 最重要就五 五 啊 他是一个二维的二维的一个 区域 那我就知道这个 我的这个需求A可能就在这个点啊 可能就在这个点 啊 这是需求A 那需求B呢 三分五分 再以平均啊 他的这个位置啊 和A 虽然平均分数可能是一样啊 但是他的这个位置是有两个维度构成的啊 重要度三分 不急A 对吧 但是啊 他的这个紧急度又高于A 他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他应该在这个位置 啊 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需求啊 分布在整个这个像 四个像线里面 啊 我们可以去 啊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比如说是C 这是D 这是D 这是E 啊 我们可以看啊 这是D 我们把这个所有的需求都画在这个啊 四个像线做标准 我们看这个分布 比如说我们这个 第二个像线啊 就是又重要又紧急的这个像线里面的需求 允许了非常多啊 这可能就是一个瓶颈 这个我们可以用来去分析我们当前产品所处的阶段 我们当前产品所处的阶段 啊 如果所有需求都集中在这个 像线的话 我觉得这个很有问题啊 很有问题 就是你作为产品经理 你这你个团队 所有的需求都又重要又紧急 那说明你之前的很多工作没有做好 嗯 没有没有做好 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啊 分布是相对来说比比较均匀啊 比较均匀 当然某一些像线比如说不紧急又不重要的需求 可以不要 可以没有 因为这部分意味着价值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啊 我们重点关注的都是这个像线的 那都是这个像线的啊 还会随着团队包括产品发展阶段不同啊 有一些侧重 比如说我这个阶段 就先考虑的是第一像线和第二像线 就是以重要程度为主 那这个时候我其实可以去调整我这个评分的 两个维度的权重 比如说重要的那就占70% 我重要的这个 维度啊 平分占70% 那我紧急程度只占30% 其实我通过调整我整个这个维度统一 就可以去啊 重新分布一下我的这个 这些需求所在的位置啊 然后以此来定义 以此来定义我下一个阶段我哪些需求应该优先去做推进 要优先去做实现啊 比如说我这个阶段是以重要维度为主 那我70% 这个A的评分虽然他也是四分啊 比如说B他也是四分啊 B是三分啊 他们平均分是一样的 但是重要程度我现阶段是优先考虑的 我追求价值最高 比如说都是在这两个需求啊 如果都是在做这个收入 收入层面的工作啊 四的重要性比三 比A的重要性要 评分比B的这个重要评分要高的话 尤其他的权重是70% 这一下又拉开很大的距离哈 那我就优先肯定这个派第一 我优先肯定派A A需求啊 B需求消就会比他弱比他弱 这是一种很好用的一个方法哈 如果比如说我这个阶段 我又以这个啊 我资源非常紧张 我因为有开发团队的资源非常紧张 我占品经理需要去更好的去 将我的开发资源啊 更更加有效的去利用的话 那我可以去把这个紧急程度的这个 占比啊 就是权重分支我挑高 比如说他是80%了啊 80%了 那即使 比如说这个需求低啊 他的这个重要程度的评分低于某一个需求 但是 他的紧急程度的评分高于那个需求的话 那他的这个位置肯定会更高啊 就是偏右偏右 在这个右的位啊 比如说这个啊 E的这个位置高于低 那我就会优先把它排出来 我会优先把它排出来 啊 这个就是四个向线的 这种去做一个需求分析的一个方法 需求分析的一个方法 啊 啊 当然如果你 你作为这个产品唯一的负责人啊 你没有一个产品团队 也没有 别的 同样 产同样做同样产品的这个岗位的 人来帮助你的话 去帮助你去更好的去做这个分 你可以去纳入你整个团队的啊 就比如说开发呀 啊 比如说你们的这个 测试同学啊 开发的同学测试同学设计的同学 大家都可以去判断 大家都可以去判断啊 形成一个这个分析啊 形成一个分析的过程 这个主要其实是分析过程啊 他不是最终的结果 他不是最终的结果 最终的结果 其实还是需要这个产品经理自己来决策的 自己来决策的 好 这块主要是在讲这个分析过程 分析过程 同时我们还可以做一个什么事啊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也跟大家说了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需求 其实有各种类型的啊 什么设计类的 运营类的 啊 体验类的啊 还有功能类的 那我们产品经理就可以把不同的这个 需求标成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颜色 其实在一张图上可以反映出很多问题啊 其实在一张图上就可以反映很多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看看我们当前 哪一类的 需求 他的分布情况是什么 比如说 这个A是一个功能类的需求啊 我可以做一个颜色嘛 然后这边也是 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一类功能类的需求 他当前的分布情况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都是集中在这个既重要又紧急的这个向线内 那那我们就可以去集中力量 更好的去推进这些需求啊 这个是一个分析的过程啊 当然当然还要需要根据你实际的情况去做这样的一个 绘制啊 这个就是 产品经理在做需求分析的时候会经常用到的一个工具啊 一种方法啊 这个方法啊 给大家留个作业啊 我们之前也自己整理了那个个人的需求池啊 个人的需求池 我们把这个个人的需求池 做一个这样的分析 做一个这样四个向线的 同时你去标注一下不同的类型 不同的类型啊 好 这个是这部分内容的作业啊 请大家完成一下